各位线上的来宾大家好 我们知道佩真会长这段时间在台湾 享受着温馨又珍贵的艺文之旅 在他紧凑的行程里 仍然在帮大家更新未来几周的讲座内容 那今天呢 首先我们非常的感谢唐冠豪 唐老师在这个花了相当大的一个时间 把他的资料整理起来 为我们介绍疫情千里型 接着呢 我们在下个星期 我们是请到了这个 应该是说是感谢甘秀霞老师 他为我们邀请到一位朋友 万雪梅教授 他的朋友 为我们做3月3号的主讲嘉宾 万教授拥有一美文学博士 也是UTD的访问学者 他主要从事英美文学 以较文学和中华文化研究 也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 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 3月10号那天 我们协会将要举行一场会长选举大会 尽请每一位会员都能准时出席参加 一起来为我们下一届的会长人选 投下您神圣的一票 林丽雪教授是一位大家熟悉 来自南卡的资深会友 外地的朋友们对他的认识 大部分始于他对日本花道的研究与示范 时不时的也能在LINE群组 欣赏到他一盆盆的经验之作 早在84年来美国之后 他便勇敢地开启了所谓的三不转 路转的人生 请大家不要错过了他在3月17号的这一场讲座 好那我再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 好在今天谭老师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请先容我说几句话 我们知道我应该这样讲 其实我要特别感谢佩舟会长对我的信任 将这个四周的讲座交由我来处理 在他旅行的这段时间 就说达普文贤呢 这次与每周四提供的讲座活动 是一个具有20年历史 兼具传承与创新的舞台 希望每一位会友的才情 无论是潜在的公认的 都可以在这个共享的空间里 尽量地展露出来 于是乎我伸出了一个想法 就是在过去几周 每一周邀请不同的会友 来为我们做线上主持 结果呢 大家都忙碌于各自的精彩 也可能是出于客气 所以我很荣幸在过去的三周里 仍然继续在讲座中为各位服务 最终很幸运的 非常幸运的 我竟然可以邀请到经常为及时翻译 得起个大早 来自北加州的丽如秋老师 为今天的节目做主持嘉宾 因为时差的关系 他本可以睡个好觉 却乐意为我们这个讲座 牺牲他宝贵的睡眠 台老师今天这个讲题 由他这位旅游达人来主持 真是太恰当也不过了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 最热烈的电子掌声来欢迎 丽如秋老师 各位亲爱的朋友 现在呢还是农历的阴历 所以大家呢 我们可以龙行鼓步 跟随我们今天的讲员 出去走一走 疫情千里行 要介绍他的时候 各位听到音乐吗 可以听得到音乐吗 没有 对不起 好 那我非要放这个音乐 要放这个音乐给大家听不可 我们呢 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可不可以share我的voice share我的声音 可以哈 我来share 这个Lucy将你那个share screen停掉 我只是要 可以 好 那我现在呢 跟大家share一下 我拔起来 你们再试试看 对不起 今天没有演练这一个 我试试看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得到你讲话的声音 可以听到啊 好 我们再听一遍 我只要请听大家听一句 是的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请到的 我们今天请到的谭冠豪老师 他的笔名就叫刘云 这个刘云这个名字呢 我觉得非常的诗意啊 而且我们谭老师呢 他是非常喜欢旅游 同时呢 可以在我们北美洲 中美洲 南美洲 同时还有非洲 欧洲 亚洲 他的旅行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extensive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就来啊 请谭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 疫情前旅行 我也非常喜欢这个题目 因为呢 我们在疫情期间 是不是就不能玩了呢 是不是呢 就必须啊 把自己关在家里呢 我们谭老师会给大家一个 非常好的亮点 怎么样来出去玩 谭老师呢 他是在澳门出生 然后呢 香港长大 并且呢 在新加坡的民航局 做过一段时间 贡献他的才华 谭老师他的背景呢 是什么呢 他是航空航太 还有computer science 哇 真的是非常专业啊 现在呢 是住在我们 Forward这个地方 胡活市 那我们今天呢 听他来讲 要分成两段 第一段呢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Boston area 大家知道 这个美国的历史名城 真的值得一游 然后呢 他给我们第二阶段 就是我们华人 还有很多很多移民啊 都心向往之 非常希望能够拜访的 长春藤 长青藤 萌校的各个的风景 以及背景 他做的研究 还有为大家所花的心力 可以说很值得我们大家 把耳朵打开 眼睛打开 就来听听我们这位充满诗意 非常喜欢旅行的刘云老师 谭冠豪老师 我们来欢迎谭老师开讲 谢谢谭老师 哇 谢谢丽老师的介绍 非常荣幸 我们今天有丽老师 跟我们在一起 然后我得到我来 sare screen 可以看到了吗 可以的 好的 就像丽老师所讲的 我今天我们来讨论 分分享 是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去 上去美国东北 看一看一些景点 特别是看一看波士顿 然后第二部分就开始从波士顿 看到波士顿的大学以后 从波士顿出发 去看其他的大学 这是第二部分 所以你看一看地图 我们今天要讲的地方 就是东北洲 就是美国东北洲一个地方 你看我们在Texas 我们在德州 跟他比起来差不多大 差不多大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 我们要去那边玩 你就大概有个概念 说我们需要开多远 开多少车 需要多少时间 我觉得大概普通人 大概七天到十天 看你有多感 你想看多少 你看一个月都可以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上班的时候时间有限 大概七天到十天 我会觉得是要安排七天到十天 然后我们就是在疫情事件 我们上班的时候 但是我们很多人 都已经听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讲座了 我们学了历史的文化的 学了很多东西 又满年书了 所以我今天觉得我们就轻松一点 想吃喝玩乐 所以我顺便看一看大学 其实是一个顺便 所以最主要是要吃喝玩乐 刚才也讲 李老师也提到了 我们在疫情期间 不敢坐飞机 也不敢出去玩 这个很可惜 像我们这里的合唱团 疫情期间都变得virtual cry 因为我们不可以聚在一起 一起唱歌 就在网上带着露营 然后就露起来变了一个 一个就书宜 合唱团是virtual cry 今天我就要做一样差不多的东西 我要在网上带你们去看东北 所以你们都来参加了我的东北 旅游团 你们都是我们的团友 我今天就会是你的导游 我们怎么去呢 就是坐我们这个zoom的飞机 坐飞机你知道 我们平常坐飞机 不是要绑安全带 坐zoom飞机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会告诉你 OK 我会用我的share screen 我会跟你讲 因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知道 怎么开关你的microphone 对不对 你要讲话的时候 你就要打开你的microphone 但是你不讲话的时候 你就最好将它关掉 要不然 如果你刚刚你的好朋友打电话来的话 你们在讲电话 我们所有团友都听到你在讲什么 你知道吗 那就很不方便了 然后我也会跟你解释 怎么样子将你的video关掉开掉 其实我今天是很轻松一点的 我是希望你们 其实将你的video留下来 不要关掉 为什么呢 因为我 并不常习惯 跟别人讲话 如果看到你们都是明知 没有看到你们的脸的话 我都不知道 我是不是讲到一般你们都睡着了 对不对 你们开了video 你们大家也不敢睡着 然后我会跟你们讲 怎么样子可以发表你的问题 在哪里 在chat 然后到Q&A时候 怎么样子举手 怎么样子举手 放下来 如果你真的不会的话 你在眼波上面举手 也可以了 但是用这个waste hand里面的功能 所有waste hand就会排队 我们这个主持人就会看到 哪一位是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 他就会将你一个一个 就请进来发问 好 我来跟你解释一下 好 我来跟你解释一下 然后如果用手机的话 会差一点点 但是里面的东西应该也找得到 在电脑的话 开关你的microphone 你的声音是在左上走 现在我是开的 如果等一会点一点 在上面点一点 它就一条横线 我就会关掉 然后你会发现我的嘴巴在动 但是你会听不到我先 然后如果要再打开 也是在那边再点一下 这个荧幕也是 你的video也是 你也是同一个地方 这个video地方 你点一点 你看我就关掉 你就看不到我的 你看到我的照片 还是我的名字 你再点一下 它要再打开 我会再提醒你一样 可能就是在那个 如果你听不到的话 因为这里要做audio setting 这里是可以调整你的声音的 然后第一个地方是调整 你听到的声音有多大 我这里的话 我听到你们都很大声 我同时在这里 然后我这里第一个地方 就是调整 别人听到你讲的话 有多大声 所以不同 你的microphone有多敏感 如果你别人听不到 还是你听不到别人 你就正在这里调整 然后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这个叫chat 如果你打开 按一按 你就可以在这里 可以送东西来几里了 我比如说我打 然后按出去 你就每人都会收到我这个chat 对不对 然后我也可以说 我只送给Sabrina 送给李老师 我就可以解一解 我就只会送给她 只要她跟我会看得到 然后最后 这个是当我们之后 发问问题的时候 什么主手呢 就在这里 右边有个reaction 在电话的话 是在右边三角 你要找东西 每次你电话 找不到东西 你的iPad找不到东西的话 你要找那个三点 在Zoom里面 没有三点就表示 可以OK 就是有更多菜单的选择 你点这个 你会看到raise hand 电脑的话 你会点这个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可以拍手 你可以说很好 你也可以叫raise hand 然后按一按raise hand 你没有看到我的荧幕 左上角 有个手举起来 那个就是raise hand 你raise hand 所有raise hand 我们都会看得到 就会排队 排在raise hand的队 你按raise hand以后 这个同一个地方 就变得raise hand 所以你讲完你的问题 你就打去raise hand 我的手就不见了 应该很简单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 记住我的其他的讲座啦 好 我就回到我的powerpoint 所以我们都知道 怎么用了zoom飞机的话 我们就出发去看美国东北了 我怎么看呢 我会用这个google map 我们就会用google map 带来去看 长吞吞的水艘 还有一些国家公园 还有好几个州 还有一个地方叫cape court 跟trimif 这是google map 这是google map 我应该想这个拿掉一下 ok 比较清楚一点 我在预先在google map里面 已经在我今天要去的地方都点好了 所以你都会看到这个 我们今天我会讲到的地方 这个就是美国东北部嘛 你都看得到 然后美国德州的地方 最主要在哪里呢 这里是Boston Boston在这里 Boston在这里 这小一点 Boston 我可能要放大一点 你就可以看到 我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放大了 不用看这个satellite 好 Boston在这里 这个就是Boston这个city 然后我先看这个Bank 然后看这些水秀 然后Boston 以北 这些很多地方 我只玩Boston 我就会带你们去Bank 去哪里呢 去这个Main Main Main州 去Wermond New Hampshire 主要去这些地方 就是Acadia National Park 我们要去 大家看这个Sunrise 我们也可以跑到去Dartmouth 我今天可能不去Dartmouth 但是我这个地方好像那时候 就曼Sanope 我会带你们去看那边 然后 从Boston南边 有这个地方叫Cape Court 这两边有个海岸 很漂亮的海岸 所以去开车去玩一两天 看海滩 看一些古迹 在看一个叫Premit的地方 是16多 好像1660年 欧洲人就开始来美洲 他们很早一个colony 就在Premit 然后之后我就开始从Boston出发 看几个大学 先去看Bron 然后去看野鲁大学 野鲁大学在Connecticut 然后去看Columbia Columbia大学是在纽约 Mainhattan里面的 然后再看Prinston 再看New Pennsylvania 然后这一个大学是另外分开 跟他们碰到的就是Cornel 从这里就可以去Cornel 看Maincornel 就在看Universal Basis 这是大概这样子的心情 当然如果你们要去那边 时间比较短一点 还是比较长一点 还是你们对 有些学校没有兴趣的话 你们的心情就可以 可以跟我不一样 我这个只是跟你讲 可以这样子做 我有点建议而已 我跑回去吧 这是哪里 我在第一次讲这个 我讲了很多跟疫情旅游有关的东西 我这次就不会再讲了 但是我还是留在这里 我很快的讲一讲 很快的翻一翻 所以主要我要讲提到什么 我今天所讲的旅行经验 你都可以做参考 因为每个人的看法 每个人遇到会不一样 我很喜欢一个地方 你可能不一定喜欢 很适合我的地方 我很欣赏的 你不愿意欣赏 这个很正常 但是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说 我说了什么是不对 我当然会讲的不对 我知道一样是 absolutely true 就是我今天讲的东西 一定有东西是讲错的 OK 也一定讲的东西 跟你想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要介意 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轻松一点 所以我刚才也跟你讨论过 就是我们不会 我们不会让你们什么时候要发言 你们可以unbill你的 麦克风可以发言 但是如果我有时间 我当然就马上打 没有时间我就会跟你讲 我们等于会再尝试讨论 然后我的坏习惯 不过这个还是不用讲了 我放在这里 你们有机会再看看 如果你再来看视频 如果需要看到我这些的话 你就停止出来看看 我以前租车啊 坐飞机啊 有什么经验 但是我今天就不 因为我有很多东西要分享 所以我今天就不愿意再讲 我只是在这里很快的过一下 好 这个就讲到今天的正题了 但是为什么我上波神呢 因为我们要去东北那么大的地方 其实很多上者 不一定需要飞去波神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从达拉斯出发 达拉斯出发去波神 其实是美国的飞机 很多直行的飞机 迟到我如果去洛西出发的话 你没有直行 中间有停车 菲拉德菲有直行 但是我比较喜欢波神 所以还是喜欢波神 然后波神有个好处呢 波神里面的交通蛮好的 有收尾有车 就是你不用开车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波神的地方 你那时候像中国没逝的话 波神至少有个China town 有个讨阳街 虽然不是 不可以跟着加州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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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不错了 而且波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 他们学的就是海鲜 波神的海鲜是非常棒的 所以你去到美国东安的话 当然要去东西安去吃海鲜 还有什么原因呢 波神这个场合很特别 它非常非常多大雪 至少有波神的大地区 至少有50家大雪 所以你喜欢这个蛇烧的时候 你不喜欢这个蛇烧的话 你一定会找到一些蛇烧 你非常喜欢非常适合你的 所以在一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大雪 特别有两家大雪 我是觉得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去到那边都应该看 一个就是哈佛大雪 一个就是马神理工学院 他们很接近 所以一看就可以看两个大雪 而且波神有一个历史上 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从那边开启的嘛 所以有很多历史的明星 我们等会就会提到 这个Freedom Trail Concord Premiff 这些 然后有些风景明星 就是Caipcord 然后White Mountain 就是New Hampshire 很漂亮 但是波神是不是什么都好呢 当然不是 我觉得波神也有很多缺点 有什么缺点呢 这是我很古老的城市 我们在达拉斯德州 宠坏了 我们这里开车又方便 停车又方便 你去了波神 你会发现 他的马路 哇乱七八糟了 要破旧 要窄 很难开 而且他们那边都是开车的人 没有我们德州那么夸方 他们很不耐烦 通常我会去一次开车 我就发现 哇 总之几个人看 按喇叭 我开麦一定有几个按喇叭 开得不好 有几个按喇叭 我们在德州开车 很少看到别人按喇叭 在那边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随时在后面 左边又被人按喇叭 很难找到停车位 我们这里那么容易 在那边你住后 不止你会很难找到停车位 因为很多会计 你还要用parall parking 有种平行的停车方法 停进去 你最后设定好这个技术 就去开车 有些地方还是会交通永组 所以我的建议是 当你不需要在波澄里面开车 就不要开 但是因为我们要去 还是要去波澄附近玩 波澄怀慢以后 我们还是要租个车子 所以我也会提到你怎么开车 我们以前没有 internet没有这个 自为手机之前 都是跑去AAA拿地图 拿那个tour book 我现在还做 因为我觉得还是很好的reference 我还是比较喜欢 不用看到手机 就可以看到很多资料 然后这个看地图 就真是要看手机了 看电脑 Google map 还有开车的时候 我很喜欢用一个 GPS 这个开车导航 叫Waze 非常好的 里面可能可以试试 然后大家从里面走 有几样东西 Trip Advice 很好 这个APP 很好 去到纽约市里面 你要装这个city map 你要做bus 做公车的话 它会跟你很清楚的跟你照 你怎么做 你要做哪一条線 那公车还有几分钟未到 有多少班 你都看得到 15分钟有一班 15分钟有一班 你就看得清楚 这个APP 我非常推荐 你会放在你的手机里面 当然我们要做其他 Uber 这种车 也有装这个APP Curbs 是在纽约市里面 Curbs 在纽约市里面 在纽约市里面 在自从车里面 就用Curbs 这叫Yellow Cap 你知道我最近去纽约 我发现 由于这次Uber和Lift 比自从车便宜 比taxi便宜 你们还是需要驾驶汽车的时候 我们德州人去到东北约之后 又需要找些什么 正我所讲 你要习惯给人按喇叭 还有我在波森开车的时候 发现有一样东西是这里德州人很少做的 因为在Texas在波森 很多人从小路开来左转去大路 都是很多车 很多的习惯就是开到左边没有车 它是先开出来一半 当你左边的车一堵住它也不够理了 然后它等到右边没有车 再开另外一边左转 这个是常有的 所以当你开车的时候 就不要以为你在大路 旁边的是小路还是有stop sign 你就不用小心它会出来 它还是会出来 如果你开得很慢 如果还是你那边有个距离的话 它会开出来挡住你的 你只要小心你就拉轻一点 就让它走 然后你再走 这个11跟德州开车很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在这边开车很不一样的嘛 你要打这个灯打信号去右边 右边的车池场会让你 对不对 我发现现在不只是在东北 在德州也是一样的 通常他们不让路 所以我们要去什么地方 又要走的话 最后是早一点就去右边的人 不要等到最后一刻就打信号 没有人让你 就太晚了 当然最好还是要先研究好 当然最好还是要先研究好 你要开去什么地方 研究好怎么走 最好用GPS 用Waze 这个开车还比较容易 停车真是很有学问 当你从德州我们的停车那么方便 停车会那么大的时候去到东北 第一 他们的停车会是非常窄的 通常在这个parking lot里面 花的车位都是很窄 因为他们地方人口多嘛 住在一起 所以他的停车位置非常窄 你要随会怎么平行停车 parall parking 而且你留心一看 他们的power parking的技术非常棒的 你会发现马路边的车子 是bomper就bomper 就是很少的位置 他们都可以将他的车子挤进去 因为很难找到地方 所以只要他的车子 勉强可以进去 他们就bomper就会进去了 对不起 有口水 还有一点 他会在那个市区里面 因为我的资源有点低 我讲话 你们听得到清楚吗 还可以 还可以 我讲慢一点好 因为我们这里的 internet开始不好了 那边地方在东北 别的大城市 Piladelphia这些 你会发现很多不准停车 no parking的sign 那是不是那么明显的 因为它太多规矩了 比如说你会看到马路旁边有这个fire hydrant 有这个消防这个车 你只要小心 虽然你看到 这里有个位置 没有车子停在这里 但是如果有个fire hydrant 你要在这个fire hydrant 旁边三尺 几少三尺 越多越好 你就不可以停在那边 你停在那边 不好就拿个ticket 更不好就可以拖走 所以要很小心 然后在每一条街道 转弯的地方 你不可以停得太靠近 这个尽头的地方 要不然你还是要拿到 ticket还是给拖走了 然后当然是 在那个车库 这个路定中 你就要小心不可以停 所以你要留心你停了 就好像没有车 但是右边又没有 是不是一个出口 还是一个 人家有个路定中 你就不可以停了 所以很多 很多这种标志的 那边 你到那边刹车 你看 我把很多标志 你就看到很清楚 美国都要看 是今天可以停 因为有些时候 今天可以停 明天不可以 但有些地方 有些时间 某一天 一个礼拜有一天 趴着那边来清理道路 所以可能是 只有一边马路可以停 一边马路可以停 所以有些时刻 什么早上七点到九点 你不能停在那边 上午五点到七点 不可以停 这些都有规定 所以看得很清楚 要不然的話 就說實際上你會受到罰單 我們在這裡停車 如果有meter的話 你們會發現我們其實在德州 很很 應徵很好的 我們常停了超時 有多少人拿過ticket 就是要拿過人交票 不多了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時候超時 都沒有被抓到了 但是你去到波森的話 你就不要穿在這樣的心裡 波森很多種meter lady 試著來跑 他們找人就需要給你的ticket 所以你很多地方說什麼 只要停一小時兩個小時 你玩了五分鐘 你可能就已經拿到交票了 你都會說五分鐘就要交票 然後你以為我已經拿到一張交票了 我就不動了 我就等一會再玩了 我們等一會再回來 你不要那麼確定 因為如果他第二次跑到那邊卡車 你還沒有走的話 他可以給你第二張 已經給下去了 所以你就還需乖乖地 如果守規矩好 守規矩好 然後當然最重要 我在 有一個警察跟我講過他的經驗 所以很多地方 比如說什麼special function 上我們commencement 必須典禮 我去到水燒 根本不可能找到停車位置 他的忠告給我就是說 在這種特別的節日 特別的時間 特別的事情的時候 只要你不要停在 FIRE Hydrogen 還有不要停在那些 堵住別人走路的時候 他們通常是放你一馬 就不會給你交票 你就隨便讓你停 所以在必要時 除了special function 如果你就要停車 找到 不堵路 跟不時在FIRE Hydrogen 你可能要冒醒的話 你就要找到那種地方 還是不要停在FIRE Hydrogen 跟堵路的地方 所以停車是真實很有誠問的 我剛才所講 你可以飛去很多 去東北很多城市 你可以飛去紐約 對不起 去紐約的話 如果是為了這個旅程的話 我會建議你飛去紐約 不是去其他兩個地方 因為紐約旁邊 可以做train 做這個community training 去紐約市 也可以找到很多旅館 這些旅館也有這個 Airport Shuttle 所以你對你來說方便很多 如果你要去耶路的話 你可以追進的是 飛去哈佛 Kerneticut 在達拉斯耶路 直接飛機飛去哈佛 在曼方便 伊天堂有好幾班 如果你要去西北部 Kernet 你可以飛去 Roch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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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 然後當然你會去看 New Pennsylvania 可以飛去菲律德爾菲 我剛才講 有幾個城市 有幾個大學 Welsey跟Brown 你大概還需要飛去波森 當然你可以飛去Povenstown 但是波森的飛機比較多 我們終於開始講了 就講了 我們去看看地方 第一個主要去看就是波森 這個就是波森那個City 你看不是很大 這個就是整個波森 當湯跟金晶在波森市區 就是這麼大 然後這裡有一個河就是Charles Smith 查理書河 一個河就是一個水哨 這個水哨就是MIT 就是馬生理工水苑 非常賤 對不對 非常賤 飛機場在哪裡 大廈後面就是飛機場 不圓的 波森就是有這個好處 就是有這個公共交通 這次主要是地鐵 綠色應該是一個電車 但是你這裡面就可以一個票 連著電車上面 就等於做地鐵一樣的 很方便 你有沒有看到很colorful 還有很多顏色 因為它的公車是用這個顏色來表示的 我放大一點給你看 飛機場 飛機場在這裡 飛機場在這裡 飛機場有這個地鐵道 有公車道 有地鐵就是飛機場出來 如果你量到這個紅線 我最常用的是紅線 紅線之後走到哪裡 走到這個 你這個電車站就叫Kendo MIT 就去馬生理工的那個站 你這兩個站就叫哈佛 哈佛站一出來就是哈佛大水 哈佛大水的馬生理工就是這裡 中間那個Square 就是Central Square 我只建議你找旅館的話 就最後找在地鐵站附近 這裡也有些旅館 這裡也有旅館 這裡也有旅館 Central Square Central Square 也有旅館 所以住在這裡的話 你可能頭兩天去看波森 根本就不用租車 你就從飛機場地去旅館 然後就先坐地鐵看幾天 走幾天 你要離開波森 你就跑去租車 就是這個方法 就是我剛才所講 你要知道它有五條線 紅線、藍線、綠、主子色跟銀色 然後你怎麼走 你還沒出去坐車 你最後先去哪個地圖 他們不是去東西南北 像你去紐約 紐約做收尾的話 是去Dowtown、Uptown 有時候是去東、去西、去南、去北 叫波森 它是用這個終點站 來決定你的方向 所以你看一看這個地圖 我們再看一下 你看這個LV 這個什麼Metapen Vanderland 當你坐地鐵站 你去到沙邊 你看那個Sign 你就看到它就說 這個地方是中點站 就是這裡 這個是中點站 你看那個車子進來的時候 你要看清楚那個中點站 你再上輪個車 不是東西南北 所以要寄起來 有多少錢 我是覺得我們偶爾處一處的話 就買個Daly Pass 不要買瘟尾 你這天給它數一塊錢賣戶 買個24-hour Pass 你去考止天的話 就買個7-day Pass 先來需要折扣 我看這室的規矩蠻複雜的 我覺得你偶爾處一處就不用麻煩了 就不要每個10% 要去申請什麼卡什麼搞什麼 就買Daly Pass 還是買個7-day Pass 那Pass什麼樣子呢 就是查理卡 有一個字叫查理 ticket 有什麼不同呢 查理卡是一個plastic卡 甚至一個credit卡一樣 你可以拿香港的巴達通 你是可以拿錢 加錢 你用錢買錢一起加錢 你就不用擔心 你今天用了多少錢 這個trip用了多少錢 很方便 但是你買了Daly Pass的話 你根本就不用顧慮這個 Boss呢 並不是很大的城市 所以你剛才看到了 看照片你也看得到了 很少嘛 所以很多時候你用到這個Uber的話 都不會很貴的 很方便 然後從飛機場去旅館 就坐在公共交通就可以了 所以你剛到了那裡一兩天 其實不用租車 我去了我大概也不會租車 我就會先去旅館玩幾天 要出去我再租車 要租車 要租照我所講 最後是租在地鐵站附近 我在Red Line我會recommend只有旅館 就是那個Candle Square 它的Mariot Residence Inn很不錯 也有Mariot 都是 我是比較喜歡Residence Inn 因為它的早飯很好 我前面 我上次也講過了 我的習慣是這樣子 我去玩的話 去什麼地方 我去玩的話 我去玩的話 去玩的話 去玩的話 玩得很玩的話 就好好去玩飯 然後如果是看這種大雪 我會是看大雪 看風景 看玩了之後 去玩飯 去玩飯 那天的時間 而且晚上的車子 這個交通比較不用緊 比較不用跟人家篩車 晚上比較不篩車 以前很怕晚上開車 他會去一個陌生的地方 找旅館 看不到街道名字 現在有一個 拿著手機跟著那個app 跟著GPS 你的旅館在哪裡 就跟著車子去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晚上開車也會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是鼓励大家 白天去玩,晚上开车去驾驭的地方 我刚才已经提过了 在Boston有一个好处,在飞机场 就坐到一个SILVER NINE 你出来坐到一个Terminal Follow the sign to Silver NINE 从SILVER NINE就去到South Station 那边就会转的车,有红星的车 你就可以四个站去到MIT 所以从飞机场去到哈佛MIT这种地方 大概15分钟就到了 很快的,很方便 所以你的少孩如果去那边念书的话 你知道你怎么样? 你可以早上坐飞机从这里去Boston 坐地铁,15分钟就去到他两个学校 再过5分钟走到他,他们去到他们 说,哎,而且我来了 Surprise 然后当那个晚上就可以坐飞机回来了 这很方便 这好像在做本地链书一样 好了,我们就讲到Boston去那边了 开始去哪里玩呢? 我说讲讲,我们可以去看这个历史 看自由记录 这个Boston Tea Party跟那个Revolution没有关 不过也是那个早期历史一个很大的事情 有一个渣就是Paul Vivier Paul Vivier就是,如果我看一个美国历史 就是伊奇奇湖湖南 有一天,这个英国军队来了 有一天,这个英国军队来了 最古老的房子 最古老的房子 里面就可以看到Visitor Center 就看到当年革命,美国革命的时候 那个住宅是怎么样子的 也有几个地方去买东西啊 去这个State Capital也蛮好看的 你要吃东西可以去唐人街 哦,Boston还有很多很多的美术馆 他给我有提到 他有个美术馆叫做Museum of Fine Art 这个Boston美术波护馆是有名的 是跟那个纽约的Metroportemont 好像英国大英波护馆 这个都似名 非常有名的这个波护馆 里面有很多名画 很多很多自带去看 如果要看波护馆 第一个要选择要看 就是看这个Museum of Fine Art 然后它的公园有一个很漂亮 而且你要去那个Freedom Trail 最好先从这里出发 我也会推荐你们去看一个很 一个建筑物是这个 Christian Science Church 它有一个很漂亮的建筑物 有FREE Tool 然后它有一个Reflective Tool 有一个水池、喷泉 很漂亮 谁设计呢 什么设计呢 是被我们的很骄傲的 I and Pay 它设计呢 那讲到这个独立记录 我就想想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就很快去查了一些资料 要看这个历史之前 至少知道一点嘛 美国独立战争 当年美国怎么变得独立下来呢 从英国手上 就是有一个八年的战争 打了八年 175年打到1983年 有些人是我们中国抗战打了八年 然后 刚开始怎么打呢 为什么呢 并不是说这些殖民地的人 要独立 刚开始是因为这个英国政府 要加税 然后这个税收 这个殖民地的人 就觉得 你要我们付那么多税 但是我们这里的国会 又没有代表 我们没有讲法的权利 没有讲法的权利 我们什么都要听你的 只是要我们付钱 就很不满意了 所以就有点抗争 抗争的结果 1770年 有一个事件 叫做波士顿大屠杀 其实杀了五个人 这是英国军队来到开枪 这么个暴徒 有几人死掉了 这个历史的事件 到了1773年 这个殖民地的人越来越不满了 因为这个茶叶进来 要打很多税 要付他们 要付很多钱 所以有一帮人 跑去英国来的床上面 站上面 原来的茶叶 全部都倒进去波士顿大屠杀 这个事件 叫做波士顿大屠杀 然后到了1775年 开始打了 什么开始打呢 就发现原来 英国派军队来镇压 马里面的殖民地 这个事件 刚才发生了 波士顿大屠杀 革命军 就发生了一个 Battle of Nixon and Concord 咦 有没有打错 Concord 可能是这样 这是可以说是第一场大战 就是革命中 当然是英国人赢了 然后再打打打 那时候美国的革命军 是很乌合之中 当然不够打了 但是到了一次次六年 有些人准备了 波士顿大屠杀 有些训练 就是波士顿大屠杀 波士顿大屠杀 就是波士顿大屠杀 波士顿大屠杀 就是波士顿大屠杀 居然跟英国军队 这边我不用爬上英国人了 所以这个Battle of Bumblebee 很不明 没有纪念碑 在波士顿大屠杀 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每天过国庆 说这个美国独立 1776年July 4 其实那时候这个战争还没有打完 July 4 1776是哪一天 其实为什么纪念什么 是哪一天呢 这帮殖民地人 我们要宣布 我们要独立 就是Sign the Decoration of Independence 所以我们在美国 是用这个做国庆 所以那时候海子打仗 海子真是大口指令 然后法国终于一直有帮美国 因为法国跟英国不对 所以法国就帮殖民地人打 但是他不肯出头 直到1778年就公开跟英国打了 所以正是他送了法国的专案 法国的专队都跑过来美国打 然后到了1781年就终于打赢了 打赢之后对我宽阔 我说CORD 我就想看这部队 我拼错了 然后这个 终于最大最决定的是1781年 这个革命专队终于将来的英国军队 围在一个叫Yorktown 一个主力部队 围在Yorktown Virginia 围到他们 然后法国军队在Wine Man 所以这个军队 英国军队在那边就投赏 就终于投赏 但虽然没有打完呢 还没有 那是主力的投赏 但是还有一些在别的地方 英国军队还是继续打 打到1983年 英国终于曾经在1982年的 Tritus of Paris 就终于觉得 OK 我让你美国独立了 所以真正打完仗是1983年 9月3日 所以打了八年 所以这些我叫红的字 你会认为我们去看波士尔 你会看到 我所讲 我们刚才在波士尔 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很多大学 我们提到 我们会去看一个叫 Wealthy College Wealthy College 是一个女少 很出名的女少 有几个毕业生 大家听过 Hillary Clinton 是Lavine毕业 我们的总统夫人 前总统夫人 然后这个也是前总统夫人 也是在Wealthy College 毕业 我们这个新闻听到 王丽雄说他在Berkeley 毕业 我认为他在UC Berkeley 毕业 其实不是 王丽雄是在波士尔 Berkeley College 从Musey College 毕业 所以要分清楚 波士尔就是这样 飞机场在右边 当他在中间的地方很少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freedom trail 大部分的景点 你在这里走路 大概一两年 两三年 你看得到 大概一千步 我现在用iPhone来算步数 你除了罗马 也有走一两万步 不是一千步 一万一两万步 我觉得你有走这个 你可能会走到一万步左右 一两万步 看你有多走 有多精力有多好 然后MIT马上尼工就在这里 哈佛在这里 哈佛在这里 就在这里 Campbridge那边 就是哈佛 这个走路 在这里看不到 这个地图很简单 对不对 当你看到地图 你到波士尔 你就知道有人接人去哪里玩 所以我先讲我们这个 freedom trail看这些 通常是去那个公园里面 就是波士尔康门那边出发 然后从那边就可以看到 我要讲英文好了 这个bury ground 有一个很出名的墓地 有很多当时的人都站在那边 有几个很旧的学校 这个波士尔康门那天 是当时最有名的中学了 很多很多我们这个独立双眼里面的人 都是从那里毕业的 有些book store 有些以前的会议师 都在保留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建筑 当然了 有个地方 就很古老的地方 那时候是queen sea market 那边是很多地方可以买东西啊 吃东西啊 也许在那边 值得一去玩 我会建议你 你去还玩之后还饭 去这边去 不过去查拉丹 查拉丹 你可能去波士尔康门 富士尔康门就是中国城 你去那边可以先去 户翻走翻 就是中国城 然后出发去玩 还玩之后 在queen sea market那边去玩 这个philum trail就是有自己的点点 你会最主要 它一直一直走 会跟着试着走 你到那边 现在你拿一个布书啊 以前还有tour 你就跟着这个 他的sign 教你怎么走啊 这些我们利老师去走过十次 所以他可能 会给我更多建议 啊 跟着这个sign 就去有几个 这个居住啊 景点 你就可以去 就跟着那边走 他 我看到 我在上网去看呢 他的规矩是 啊 你要去看这些博物馆啊 这里面所有的景点啊 你需要fully vaccinated 你需要打个疫苗 而且你要 需要戴口罩 那他会不会 一定要戴到时候 我就不知道 我想这个规矩 随时被改嘛 所以到五六月 你要去看 可能这个规矩就不一样 但是他现在还是 至少在网站上面 他有这种规矩 所以一定要遵守这些规矩 才可以进去博物馆啊 才进去里面参观 看 我先放一点 图片里面看 波神 就是波神卡门 他的国务仪师厅 然后他的坟场 然后他 我发现不多了 在这个King's Chapel King's Chapel里面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是那个NATIN School 很有名的中尚 这个Cornestore Jewel House 你会看到这些 爆了那么多人在那里 然后这个Fanel Hall Crincy Market 去那边去买东西跟吃东西 然后看 这个就是这条船 这个是美国骸尊的第一条船之一 当年这条船爆了到现在 就是 就是George Washington George Washington 做总统的时候的船 就是那个Bunker Hill 那个Jani 很多古老的街道 这边走 然后就是波神 Tea Party 就是说 就是一直吃三年 很多人跑去船上 差很多 很多材料 丢了 丢了 就抗议嘛 你去波神那边 你也会找到这个桌子 其实我相信这个桌子 并不一定是本来的地方 他自己建了这个地方 就是重建了 先建了 又建了一条船 有人在那边表演 以前有 现在可能疫情可能停掉了 希望这五六月也会开启 就可以看到当年波神 Tea Party的样子 那边有个很好的水族馆 然后在YouTube有做过船出去 哇波神的海港也蛮漂亮的 然后波神的City Hall 波神那个市长是个中国人 Michelle Wu 在明年轻的 你可不可以发现这个建筑物 有点像达拉斯 但是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 然后在Copson的地方 就是Coply Square 一个很古老的教堂 很古老的教堂旁边 有一个很新的建筑物 只是来的 很漂亮的蓝色的 你看看是很漂亮的 最高的标点在这个 波神差不多写的地标 叫John Hancock Tower John Hancock Tower 是有个不好的事情 就是当我在那边读书的时候 这个是Ion Pay 我们Ion Pay的公司里面 一个architect写记 其实它外面很漂亮 而且注意到很多事情 但是它是当时第一家建筑物 用那个全面的很大的玻璃 从那个bottom to ceiling 到to ceiling的玻璃 它那个细节的时候 没有散到这些东西就是 它虽然用了很硬的玻璃 因为这个风扇 跟那个pressure difference 它会掉下来 它煎好以后 突然发现玻璃怎么一块一块掉下来 而且很重 你知道吗 500帮就掉下来 就会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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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好几年 它就掉下来 整个封铁来 有很多方法 做了很多研究 什么wind tunnel 就终于过了五年后 才可以 终于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 我当时Ion Pay的公司 有时以来最 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 最头痛的这个建筑 但是它非常漂亮 你看 当年我们有人派这个照片 因为它没掉一个玻璃参 就放过木板 所以有人在波神 开玩笑就说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 用木板做的房子 The world's tallest private building 那么惨 然后附近有一个 就是波神 public library 很漂亮 里面很近的 这个就是波神 museum of fine art 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推荐你们去看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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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漂亮 这个照片根本看不出来 那么漂亮 你到那边如果天气好 你真的非常漂亮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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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 有一样东西 他们不相信 他们不相信 用医生来医治 他不用medicine 他如果病的话 他那个会员 只会用祷告来 用祷告来治好你的病 他们相信这个 但是你不要跟那个 Scientology 还有一个教会 是同一样的想法了 就是不要医生 要用祷告来 来统治 那个是 是Tom Cruise 跟着这个不一样 波唇还有很多雪很漂亮 很多风景可以看 有沙滩 这个是美国的第一个高门沙滩 就在波唇那边 人家看完要吃什么 我就建议你们有自然东西吃 这里去看吃了个 Main lobster bake 如果正同 lobster bake 龙沙是用海水煮出来的 你这样才有海水的味道 但是你要看哪里 是用海水煮 然后steam cream 跟screen muscle 是很出名的 跟龙沙 很多地方 你到波唇买龙沙是活的 你活的捡得出来 你以为说多少钱 你看到价钱 你就贴大了 你就赞便宜不需 大声无关 主要是 你pay by way 你要多钟 那个价钱是多少钱一磅 你大单也越大越贵 越粥越贵 但是大单也比较好吃 然后一个叫 Lewanning cream chowder 如你这个一定要去吃 然后它的那个甜点 甜点最出名的是这个 Boston cream pie 还有这个baked beans 到那边有吃一下 有些餐馆叫legal seafood 我很喜欢的 它有几家店 我会推荐你们去看 去那边吃 我们看照片 这就是大龙沙 Not the big 这就是cream chowder 然后这个奶油蛋糕 这些 它叫cream pie 其实它是个蛋糕 为什么叫pie呢 因为它刚开始的时候 它用做pie的盘子来煮出来 这就烤出来的 所以它就叫pie 其实它是个蛋糕 同样是巧克力在中间一点 有不同形状的 你会去那边吃 都都会叫做Boston cream pie 值得一时 然后这个烤到 煮到这个baked beans 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进去看看 我可能要快一点 我的时间有限了 好 我觉得我们 这个google map非常好的 我们可以 我都进去好了 嗯 我大概给你看看Boston是什么样子 再走一点 近一点 看到没有 非常在这里 在右边 然后 整个波神 怎么不懂 这波神就是这么大 然后你有需要看的地方 最主要就是在这里 然后走一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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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说的那个 波神看门在哪里 就在这里 很大一个公园 你走到这里的话 大概从这里出发 就往那边走 就一直看到个 很多历史的文物 但是如果就往南边走 参加汤是在这里的 你在南边再走一点 这里就是中国城 所以可以先在中国城 吃一点东西 然后再过去看 然后如果看蛇秀 这就是马神医工水院 你坐地铁过去 你走路也好 这些走路也好 这些走路也好 这边的风险很漂亮 旁边河边很漂亮 这个 从这个公园去做 过这个炒 这个炒叫做哈佛 你不要以为这是MIT 所以这个炒应该就是MIT炒 这个炒叫做哈佛bridge 哈佛炒 那为什么叫哈佛炒呢 我可以跟你讲 我听到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些炒做得太烂了 做那么烂的话 所以MIT不肯让这个炒 名字叫哈佛炒 他说只有哈佛的engineer 才会建那么烂的炒 不过这是开玩笑 真正的原因其实是 这个炒很古老 MIT没有那么古老 当他建这个炒的时候 哈佛已经在这里了 哈佛很古老了 所以这个炒始从波城 通过哈佛 所以当然这个炒始叫哈佛bridge 是这个原理 从 MIT在这里 走着走 走路 Massachusetts 这是哈佛 OK 很容易 这个 你看到这个地图 你以后到了那边的话 要是你走路 你可以走得到了 好 OK 因为我本来想更详细地在里面 带你们去看 但是我发现已经11点了 我还没有讲到学校 所以有些人很快讲完这个 趁波城开始出发了 先去K-Port 去南边 K-Port K-Port Yes 你要不要把那个 第二部分说了 为了下一次 你讲到波士顿 哦这样讲 我讲久了我就 其实你喜欢波士顿 你可以更多 OK 不过我们有时间 我们可以再进去看 再进去看清楚了 不过有时间的话 我们Q&A还可以进去看 我先讲完你再看 我今天觉得怎么样好了 我看我们今天好了 K-Port就在我们刚才说的 邀赛找 就是这里是波士顿 我们在邀赛找去看K-Port 蛮远的 如果要找到这个地方 有两个小时 在Port 要找到里面有两个小时 但是中间有个地方 就披靡一定要去看 我是觉得要看美国的意思 美国一直多少年 什么怎么样 要去看这个 很值得去看 然后去了Provencetown 是个Tourist Area 这是Provencetown 你开两个Satishan Boston 就看到这样子 还可以看到很多 海岸的东西 就是K-Port 就是National Seasaw 你看这个海边 哇 沙灿 没有人的 都是海滩 波浪很大 所以看得好看 大家不会沙漠有用的 然后K-Port很多时候 去看灯塔 很多很多historic的灯塔 古老的灯塔 尤其是会开放给你们看 空间很漂亮 但是敏地人时 是在那边 有人头厂在那边 那边处于钓鱼 很多人在那边 然后Pemir Pemir 这地方为什么出名呢 就是162000年 由这头厂 就是Matefile 带来很多Pelgrim 朝鲜人来 从欧洲 从欧洲 他们在美国 就在那边弄了 这个殖民地 是 最早的 这个City 这个Matefile 就是这个镇 美国最早的镇之一 他不敢说 它是最古老 但是此时应该差不多 就192000年 就到了 这个床就 胡约夸 他们的名字 Matefile Pelgrim 然后为什么 有这种特别的地方 最历史所在 记载 这就是这里 第一次有个 Tenskivin Feast Tenskivin 就是我们的感恩节 是从哪里起源的 然后 它这个名字是从英国来的 其实 波顺附近很多 很多城市的名字 都是从英国搬过来的 你差不多 这个城市叫这个名字 你跑去英国 也发现英国有这个名字 当年他们坐这个船过来 停下来的那个 石头 他们的名字就 刺下来 叫做Pelgrimith Rock 如果第一次 紧张吃大餐 请印度安人 爬前来吃 一直分散 这是 First Thanksgiving dinner 如果这个 石头 发生之后 它会 已经围起来 在留了好多年 就刺下来 你知道Pelgrimith 就住在这个地方看 你会看到这个石头在这里 海水讲草的时候 这个海水 是要跑进来的 就是 low tide 的时候看到这个石头 高 tide 水会跑进来的 会写着1620年 就在这边了 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宅堂也是 硕是 美国最古老的宅堂之一 旁边有个粉厂也是 我总之你走上去看 也是觉得 里面有很多 很多 很多名字 你会看到 如果那时 当年那个 革命人在哪里 这个梅花它不是真的本来的一条船 它是重建的 只是做游客 你可以付钱进去看一看 当年梅花是什么样子 然后它也专建了一个当年的春落是这样子 这是要付费进去看的 人在那边穿了当时的服装来表演 好 再讲到这个看完之后 波臣那个 北边有什么东西看 就这个区处看西林 去看巴哈巴去到这个 明恩州 然后到东北朝 就叫Arcadia National Park 在北边的 New Hampshire 叫White Mountain Vermann 山不是人高 但是 有些人也蛮高的 但是不是最高的山 但是它那个秋天最出名 它的秋天 那个红叶非常出名 很漂亮 然后西林什么东西出名 它有个 房子叫做House of Seven Gables 有这本书 也是这个名字 所以就从这个名字 这个很多人去 看到这本书 我看这个房子怎么样子 然后西林有出名的旅屋 旅屋 有些真正书在那边出的旅屋 又做了审判 只是冤枉的 他们都是 只是神经病而已 这是Gable 什么叫Gable 我看一看这个三角形 美国房子三角形的地方 就是这个Gable 这个房子有七个三角形的地方 所以就是House of Seven Gables 现在还有 你可以去参观 粗笛红叶很漂亮 如果是 同时九月左右去看 看时间没一年不一样 就会看到那么漂亮的风景 然后去到那个 KD National Park 我一定会 推荐你们去看 这个Sunrise 日出非常漂亮 我看过那么多日出 台山 黄山 什么 比它 都不够太漂亮 因为它看到海 它看到很多岛 看到太阳 从那个海边伸上来 你看这个照片已经 被这个根尾了 它也是写的 很多人就会 摆在一大早 玩嘻嘻的就跑上去 这个就 Cadillac Mountain那边看 很容易进去 你进去那个 区一进去 从巴伯伯进去 有路线 就会看到这个 Cadillac Mountain 就大概 十五分钟 就到了这个 山顶 在那边等 等那个Sunrise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很出名的 这个守山叫beehive beehive 为什么出名 你看这个风景那么漂亮 它跑上去 你看那个海滩 那个海 但是还有一样东西特别 它这个守山 也不是太守 是差不多随之走上去了 爬上去了 应该来说 它就是不用省纸 你可以用rock climbing 就是这个是个山 就在爬这个 从parking lot看上去 不行 没有什么精神 但是你走到上面 你看到 是这样子走上去了 所以你看到那些人的守海 就不爬了 这个守海都带上去 有些路 有些路还蛮精神的 用手脚爬上去了 然后有一些就比较好走 有一些就不太好走 蛮难走 但是你看这个 还有这个地方 要爬上去 有梯子 它都终于这个铁钉 在这里爬上去 蛮好玩的 对我来说 我最有的那个 那个专业是一身难忘 非常好 所以 有这个明珠就是说 当你去到那个地方 to be or not to be 你会爬这个风潮吗 这个 这个是 沙士比亚 那个 那个 你会爬上去 to be or not to be 你可以跟人家讲 你会去爬山 然后就 波森南边当然还有更多 你可以去 去罗尔岸 去克内塞克 看马克顾问的户区 去尼亚 不得 尼亚 一定是要分开另外一天讲的 尼亚 你可以讲两三天都讲不完 还可以看那个 Degraval 如果去到 U-Pen 菲律德菲 就一定要去看那个 Independence Hall 独立搜索 那个基电馆的 Liberty Pell 我还有一个地方很喜欢去 这叫Hersley Park 在菲律德菲律 Pennsylvania 你们是草卡里的一个公园 哇 你们进去可以吃很多草可以 好 对于讲完一半 OK 在10点12 我就 我们来个团体教好了 好不好 对 现在请大家呢 尽量把您的 video打开 刚才我们谭老师已经教您了 在电脑上的话呢 是左下角 有一个 stop video 的sign 您把那个地方click一下 那么就可以呢 展示出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合影 做个留念 来 大家看一下 哇 还有一些人还没有打开哦 尽量尽量 我们再等15秒 好不好 来 大家尽量打开 大家尽量打开您的屏幕 打开你的video 好 准备好 有的人已经开始摆pose了 好 差不多了 我们 露西啊 还有大家帮忙 我也可以来一起照啊 get ready哦 好 现在 再三二一 好 我知道我们有三页啊 第二页的朋友们还有一些没打开的 准备好了吗 ready 第三 三二一 第三 二一 好 还有第三页 第三页的朋友们 好多人还没有打开哦 我们等你哦 来 三 二 一 好 好 我们已经照好了 好 现在呢 看一看大家对第一个阶段 我们谭老师刚才讲的Boston地区啊 我觉得真的是 谭老师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不只是讲风景 还讲了很多生活的尝试 还有旅游的提示 真的对我们呢受用无穷啊 不管是说Boston或者是大城市像New York City San Francisco 城里面开车啊 都是一件比较不好的选择 我深深有体会 还有呢 我们刚才谭老师讲到Freedom Trail Freedom Trail呢 是2.5英里啊 也就是4公里 所以你如果说埋着头苦走 可能呢 一个小时就走完了 可是要去玩的话 三个小时也不够 就好像我们谭老师讲的 可能要玩一整天才能够有所体会 那我不晓得各位朋友呢 对于刚才老师讲的Boston area 还有这些地图啊 等等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来 或是要发表意见的 这是您的机会哦 好 要不要现在来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是呢 谢一下您的自己的经验 好 我要再 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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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cy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是我对不对 OK 今天首先要感谢谭老师啊 因为我对那边很喜欢 很希望能够去 所以今天当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好兴奋哦 然后刚刚听了之后 我几乎要明天就想要赶快去看 到底是哇 那边那么漂亮 所以真的好精彩哦 非常谢谢 谢谢 谢谢 Nancy 下一位还有林 是不是郭女士 您可以问问题 请说 你是说我吗 对的 对的 就是您 OK OK 我姓柯 OK 木柯柯 好 对不起 我很幸运的 我住过Boston 不是很长的时间 因为我现在是MIT毕业 我女儿是Harvard毕业的 哇 我自己在Boston的North East 修过一个学期的课 那时候我Sabetical的时候在那边修过一学期 所以有一点点了解 那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说Harvard Square Harvard Square 是你到Harvard University去一定要 要去看的地方 那个人文会到几点 然后呢 以前我们在那边说 那大概40年前了啊 有一个茶 有一个卖茶的商店 那冬天的时候呢 他那个茶叶是一盅一盅的放在柜里 就像中药房这样 然后你可以点各种不同的茶叶 那这个有点像在英国喝下午茶的那种味道 那你进去的时候冬天的时候下雪天呢 你一定要进去里面喝一盅茶 这是我特别 特别要讲的 波森给我记忆是很美好的 谢谢 谢谢柯教授 怪不对 我说这位女士 我看这么面熟啊 原来是柯教授 谢谢您的分享啊 没有 不知道谭老师觉得怎么样 Harvard Square真的是So memorable 我每一次去都要去 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说法 我马上会讲了 因为我这一开始讲学校 我会提到哈佛跟哈佛 哈佛Square 是 非常的好 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 要发表意见还是分享 要不然的话 我们请谭老师继续讲名校 谭老师 我需要继续 对不起 Angela您要讲的话 可不可以赶快来 Angela 我刚才分享一件事情 刚刚我首先谢谢主讲人 我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主讲人有提到 那个免婴的龙虾 用海水煮 那我想分享一点 就是说最好吃的龙虾 是他抓上来以后 他不放在那个水煮箱里面 他直接就放在 那个refrigerator的 那个冷库里面 然后他用海水煮的时候 他还会丢一把 那个海草下去 那这就是非常非常鲜美 那第二个我要分享的是 那个Cellum 有个peer body museum 当初他们从那个中国 运了一个house 灰派的建筑 到那个museum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在这边 看到那个灰州 灰派的建筑 他花了七年的时间 他是把那个整个house 一块一块拆下来编号 风箱 然后搬到这边来 然后再一块一块建筑起来 所以他们对于中国的文化 是非常敬佩的 谢谢 好 谢谢Angela Angela也是一个美食达人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请 坎老师继续讲名校 好 我继续讲 不过Angela讲得非常对 我们有谁刚刚也是有一个人 去了那边讲了一个 他已经提到这个建筑 值得非常值得去谁 那么看 好 我就继续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时间是有限的 好 OK 我这些数据下去 我刚才继续讲一个东西就是 在Providence 还有一个学生很出名 我不知道我的名单上面 它叫Row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就叫做Brunner前面 它是全世界最好的design school 因为这个design magazine Main Rank 全世界最好的25学生 我们美国这个学生是全世界第一 就叫做Row Island 就叫做Providence 就叫做Brunner前面 但是第二 最后 抢士者不是美国第二 抢士者第二 你知道是哪年 就是MIT 这个成年文大概很多 你就不会知道了 MIT马上联工 是抢士者第二 好的design school 对不起 我有麦 我有麦要广告 这个第一次名是 英国的World College of Art 第五名是 这两个Parsons 好 我继续讲了 就OK 我们讲到这个 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刚才要讲 我刚才要讲 所有学生之后 我要介绍一些学生 美国有很多大学 我这次讲说 我讲最后的题目 我已经收到一些反应说 你们有没有提及我的学生 我是觉得我很首先 美国是非常非常好的大学 我们是非常幸运 不应该说 只有我今天讲 13个学生是好的 全美国有100个500个学生 都是非常好 OK 我没有再讲 并不表示这个学生不好 特别是在西加古 加州有很多非常好的学生 我的学生也没有全部报告 就是这个大学生 我的学生也是在里面 在里面三家到五家来报 我只是带他们去看所有学生 让他们从里面 告诉他们喜欢的 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去学生 为什么呢 我还是很免费我做学生的时候的生活 所以我出差也好 我都会跑去附近找学生去 去里面看看 去里面吃个东西 不过这是我的个人的习惯 所以为什么我那么喜欢 带你们去看学生 想到一个Ivy League 有多少人知道Ivy League 这个名字怎么来呢 这是它的个logo Ivy League 分布是这样子 德茂尔在Lyiderhumpshire 哈佛Brown也有Columbia 这就有八个学生 这个Ivy League 我以为是来自一个花 这个Ivy 长春藤 其实这个Ivy League 是来自罗马数字 No.4 罗马数字No.4是Ivy 这样子写出来的 就是有一年有四个学校 Halve Princeton 也有跟Yupen 他们开始打球这些比赛 有一个知识者就说 四个学校是Ivy 四个学校Ivy League 他在哪里有这个名字Ivy League 他才发明 然后每人都开始说 Ivy League的名字很好 所以到最后加了八个学校 开始叫Ivy League 但是Ivy League是Rumor No.4 然后这些学校为什么出名呢 当然他们是非常好的学校 但是为什么就挑了他们呢 主要是因为他们是非常古老的 他们除了Cornel之外 全部都是在美国革命之前 然后在美国革命之前 Colonial Period 里面有九个大学 除了Ivy League里面 Less Cornell 就是Rugus 跟William St. Mary 这两个学校都是非常旧 我知道William St. Mary很旧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原来Rugus也是One of those 是很旧的 他们刚开始是什么样 全部男生的 没有女生的 这个我想布点连知道 他们是全男校 很多年都是全男校 什么时候开始有女校呢 Cornel一开始1865年 就是男女同校 Columbia是最后一个 他又到1983年Columbia 开始收女生 然后哈佛呢 就1975年就开始收女生 同时在 在开启的 Rugus College 的女校在那边 到了早就年 officially 就这一个学校了 但是最有名呢 就是Ivy League里面 可能比较公英 是哈佛 也有Princeton和Columbia 比林马赛有名一些 并不比较西林马赛不有名 都是非常有名 非常精彩的 什么都好 有时都是非常难进去的 非常难入去的 所以刚才这个林索塔的时候 还是有什么哈佛话不得了的 然后我们要看水艘 我觉得有分开看他的本科 undergrad的program 跟graduate school 因为我们时候要去大学 这个学校研究院好 跟他没有什么太大分别 没有什么关系 你要考一个大学的undergrad的program好 适合你的 你要认识什么 学校是不是那个科目很好 那个学术课程是最重要的 不可以说名校就好 最主要那个学校 你要学校要学的东西是好 这个很重要 传统怎么样 环境怎么样 第一点好不好 你稍微会怕冷 不要去东西 北部地方 当然有这个财务的考虑 要不要多钱 因为这些学校都很贵 很贵很贵很贵 不便宜的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美国学校大小也不一样 最大是哪一家呢 最大undergrad来说是cornell 最大的个大学本部 你看他比其他学生都大很多 比哈佛都大 比耶尔也大 比这个什么prinston 啊elp 他三倍 但是啦 如果是三十年前就多少 是prinston 我认为prinston当时只有两千多个学生 每年大概收五百人 非常非常冷静 当我报大学的时候 我考虑过报Prinston 但是我看到他每年收五百人 我就不敢报了 然后这个graduate school 研究院也是大小不一样 我发现Columbia大别大 Columbia的研究生特别多 都很有钱都是很好的学生 第一点讲 我们如果要少要报名 你知道真是越来越难 这个十年前还是看到10% 现在都是大概已经都是 你不要做8.3 所以我说不清楚 我都是在Google上面找 我觉得他们不一定准确的 有差一点 而且一直在变化 所以你不要太介意 我今年这个是12.5 可能明年就5% 你不知道 反正他们都是大概 因为今年你写写报 大概是5% 都已经掉到5%左右了 这是什么的概念呢 就是要20万报名 就能录取一个 很难嘛 对不对 5%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是外国学生 这是美国总体的emission rate 外国学生很多这种学生 它不是歧視 它是規矩 像你去馬生理工的話 它會承認它 在大水本部 它有一個限制的 5% 它的外國水深不超過5% 大概5% 所以大概沒能收穫數據 沒收穫過外國水深 我有一天問過這個馬生理工的 emission officer 說 他不公佈這種東西了 你可以跟我講外國水深的emission rate是多少呢 他說這是秘密不可以講 但是後來有一天我終於找到一個比較年輕人 他跟我講說很低的 大概3% 那是十年前 這十年內外國水深 特別是中國大陸的水深 報MIT水深多了很多 所以我相信到現在 今天外國水深要報馬生理工 大概60% 可能只有1% 2% 就是100個人裡面處一個 非常難 我講到還有這個大陸的總體來說 很多人會問我一些問題就是說 哈佛的野路 那麼出名它沒有engineering 它有一點而且都很好的 你不要以為你手下要學了engineering 就不可以去練哈佛的野路 你手下也可以去練哈佛的野路 有些人就說我手下要練布什理工的 因為MIT對我不適合嘛也不一定 其實馬生理工呢除了這個理工之外很多很多科目也是非常有名的 它的建築是全美國最古老的建築也是最好的學校之一 它的音樂學校 它的philosophy什麼都可以major了也不錯的 它比不錯是它的商學院 經濟學 它比賽因為它比賽 很多人都是第一名的 MIT的Linguistics是第一名的 工藝 工藝 我跟你講 MIT是世界上第二名的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在那邊碰到一個MIT學生 他说我关键你不知道 他说它是Economics 我就看不起它 我觉得你拿来MIT念Economics 结果发现原来Economics MIT是尝试最好的Economics构纸 而且你看这个多数年的Economics的努力 美国人都是要跟MIT有关的 这个非常有名的Economics 还有一个很多人说 有人拿到哈佛的全俄奖学金 其实我是觉得很多报纸讲的不一定进去 其实这些可能是哈佛录取 然后他拿到别的地方一个全俄奖学金 因为这些人来说 所有的IvD、Stanford、MIT 这些是Undergrad是不给这个Marit Scholarship 就是讲学金就是Marit Scholarship 他们找的是法典数A 你可以说中文叫做诸学金 完全成立基础 你家里越重你拿的钱越多 我讲到这个我就有提到 我当年这个念大学的时候 我听说我爸爸最怕被人问你的 少孩在美国念那个大学 他只可以说我的少孩不行了 读书不好 没有念到什么大学 就在什么工业学校 念什么修理飞机 不过他总是说不过这个学校很好 不收学费免学费 而且还有生活费给你 还有春贴 所以我们家里一分钱都不用付 这确实了 所以当你说你不可以 你太重了 不可以去这种 IVD School 这个讲不通的 因为只要给录取 你的经济不应该有问题的 你越重越好 什么时候有问题呢 但你不够重 你也不是很有钱 但是你不够重 像我大旅游就是 我那时候不是很有钱 但是我不够重 所以我最后 还是差不多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出移 我发现这个力学有个问题 来 请说 谈到这个申请IVD League奖学金 我个人有一点点经验 我恐怕是50年前吧 在台湾我不知道Hover这么难 我会申请Hover 结果他给我的申请表 不晓得有多少页 而且里面最有可笑的 他问你家有几个佣人 你家有几栋房子 那你爸爸是什么职业 那你们家开什么车 什么model 那是大概50年前的事情 可是后来20年以后呢 我女儿申请Hover的时候 好像这些都拿掉了 对Mirror Center 对对 所以Hover也是在转变中 那另外就是说 念IVD League能不能拿好奖学金 在我女儿申请IVD League的时候 我们的了解是 他们是Based on 你的穷困程度 不是Based on Mirate 你越穷 那你很聪明 你一定可以拿到 可是呢 如果你是中产阶级 那你也很聪明 她说可是每一个人都聪明 每一个申请那些学校的人都聪明 所以他们不给奖学金 可是进入了Gradual School 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是Gradual School的话 是Everybody get covered的 那我女儿很幸运 她进去的时候 她拿到两个奖学金 一个是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给她三年的奖学金 然后Hover又给她Gradual School的奖学金 结果那时候是二十几年前 加起来她一个一年 可以拿三万多块 哇 那不得了 结果Hover就说不可以 你这样比我们Postar 拿的钱还要多 所以Hover说你前面三年 就用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奖学金 那个奖学金用完以后 我们就pitch in 我们会继续给你 但是呢 因为你这么好 所以我们在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之上 再给你加10%是由Hover 给你的 就是我个人的经验 就是我家的人申请了 刚好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Undergraduate 如果你要到Ivy League的学校 你就是要很穷很穷 加在低于某一个程度 你就可以了 那要么呢 要么你就是自己付钱 可是Gradio School就不一样 那申请医学院的话 又是另外一回事 医学院是没有一个学校 会给你奖学金的 是我所了解 因为你要申请医学院 将来你是赚大钱的人 There's no need 而且interview 他们都不给你付钱 哈哈哈 你这个trip 他们给你cover 对 医学院很多人借钱来读的 很多银行要借钱给你 只要你进到医学院 很多人要借钱给你 对 你认识的货币 对 你提到这个其实很好 的确也是 真是你大水本部 你需要Lead Base 你越重越好 不过我们的问题 因为我就是普通人 还有一些另外一些想法 我就寄宿下去 谢谢Licia 我们这个 不知道每人都听到这个有Seven Sisters 在东北也有七家很出名的女子大学 他们本来是女子大学 你就想到为什么当初有女子大学呢 因为想到当初IV的这种都是男兽 女孩子在那里呢 他们都是很保守的 男孩子呢 男孩子是女孩子是女孩子是女孩子 如果是女孩子还是穿女孩子 其他人已经开始改变了 那我就一定就是 其实我随便挑了一个 有一两个 其实有很多List 很多报纸啊 杂志会偶尔就说明 什么IV 新的IV 这个就不得List很多 所以如果你没有看到你的名字在上面 就是你喜欢的水修在上面 也就是都不一定能不能看法 不一样 很多好水修 我个人觉得 在公司的水修 我开始觉得 U.C. Berkeley U.O. Michigan 我们德州大学 U.O.V. Illinois 我自己最喜欢的 然后有很多这个 少的水修你可能没有听过 Empers和Sworthball 遇到了Bendall 发现他们非常有名的 非常冷静的 很好的Liberal Art College 可以值得考虑 然后有人说 我又展示了 IV plus 将Stanford MIT Sicago 这些加进去 所以反正看法的很多了 这些好的 但是还是争许很多很多 参观少园 我听说这个 我们疫情时间了 大部分舍少的 那个Campus Tour都停了 但是有些学校应该开始也有了 所以我想 如果你们到五、六月去看的时候 我相信到时候 大部分的学校应该能开放给你看 但是如果你现在要看的话 你可能需要 要找人陪你带了 有学生陪你的话 还是可以进去看很多地方的 我的经验 Campus Tour哪里最好呢 Stanford很好 MIT评论都很好 你知道哪一个学校最不好呢 我只有哈佛的人可能不够 先听我讲 不过我知道 哈佛的Tour 我这时觉得很希望 这个很麻烦了 但是我也很同情他们 因为你知道哈佛 明星太大了 什么都行吧 你去那边看 哇 人在人海 好多人去那边都是民族 所以他们那些Tour 街也好 他们那个Mission Office 都忙死了 我想他们看到这些人来 都爱Pskor 不然麻烦 所以他们比较像 不像别的Campus School 一直说 我的学校怎么怎么好 我什么时候棒 你要来 他们要役用你 哈佛才不管 我对韩佛的 我不跟你介绍 你也要不要来 因为依然这个Mission Seminar 我去了很多以后 都会接受这个学校 是什么什么好 怎么又来又来 你什么年 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好 什么 只要哈佛 哎 他才不管了 他就接受就说 我们学校是很好的 但是很冷静的 你需要做什么 你需要听我什么表格 什么两个recommendation 只要一百工夫 找完他就拜拜 哈哈哈 就是不过 我就是觉得 他根本就觉得 他不需要做Sale 不需要过来做marketing 而且他来店的visitor太多了 考量太多了 所以他的工作一定很辛苦 我看他们做的 每个人都行 做的没有表情 不像你去到Brown 哇他们对你好约 好约长这些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但是每个人去的 可能会碰到人的不一样 所以不一定会碰到 同我一样的经验 不过如果你是要参加这些学校 你要去本身的里面 这个现场的emission seminary 很多地方要你pre-register 你要registration 那个guard 外面卡才会放你进去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register for your emission seminary 才可以进去 好我可以讲看大学了 对不起 I'm going to run through even two hours 哈佛大学最出名的这个图书馆 一进去哈佛压就看到这个图书馆 然后当天你们一定要去看 我们中国一定要去看一看 这个哈佛研军图书馆 也是在那边 走路就到了 很快就到了 有机会我等会去问 你有时间我再给你看 哈佛的graduate course 有三个很出名的是 生学院、法学院、医学院 就算它不是抢世界抢美国最后 其实它是最后五个之一的 我甚至没有人否认 你一定要去看 然后这个哈佛 Square 你去哈佛中心点 你去地铁一出来就是哈佛 Square 那边不是哈佛人 什么地方平常做书的人 在MIT读书 在波士尔读书 都会在厂宅里跑 是一个hand out place 就是两千人 找人都会跑去哈佛 去玩饭、聊天 所以我们有客人 应该去那边 去哈佛研军图书馆 哈佛是很漂亮 它是有点分散 它比较 因为是在波士尔 那么旧城里面的一个镜 所以它不时很统一 在西部里面的旧 西部里面的旧 比较分散 西部里面也是在波士尔市里面 不是在本部那边 山水尔也是在边边这个地方 但是哈佛广场一定要去 哈佛 Square 除了这个 我相信这个水尔 哈佛就是什么都行 什么骄予公共 这个Public Admission 也是抢美国最好的 应该是 Economics 什么都是非常好 然后它离开 水尔、离开 质食、物理什么也是非常棒 反正这个水尔 什么都棒 然后马生理工学院 大家一看 这个就在这里 这个本科 我觉得马生理工学院的东西 它不会太大 不会太少 它的大学本身是4500人 所以每年收1100人左右 所以你感觉什么都有 你这里面水什么也是都有 但是也不会感觉 啊真的管要水尔那么多 同阶的水尔也不会是这件事 然后它那个 因为它比较新的 所以它的烧区很集中 你到那边的话 你从这个课室去另外一次 你要去游泳 你要去上别的部门的课 都不需要走很远 你就可以参加了 你就可以从一门课到第二门课 你都不需要走太远 然后它的书舍都很好 你就是在那个超书尔旁边 所以就看到那个超书尔 你没有看到我的背景 我的背景就是MIT MIT就是这个河边 所以非常漂亮的这个章景 然后除了很多科目MIT 也是很不错的 它MIT的上水源也不错 你要看建议的话 要看看这个Bullgate Building 看看那个Green Building 我后面这个就是Green Building 这个哈佛比赛已经讲过了 我们怎么量这个哈佛比赛多场 有个东西叫Sports 是一个MIT graduate的身高 我们都是学校玩的 用这个身高来量这个哈佛比赛多场 在MIT的话因为参加活动很容易 所以我在那边我学了很多东西 我学到怎么有用 我学到怎么在那边开了个帆船 怎么卸张 怎么打 怎么打 香港不准开窗了 也不准有这个 所以我好高兴 到那边我可以 所以这个短窗 长窗全部都学了 然后打Golf 我还学过这个 牛边Figure Skating 所以我这次参加那个试运会 我们这个Layson Chan 就啪啪跳得这么漂亮 但是我跟你讲 我学过Figure Skating 我刚开始前进后退都没问题 我后退应该比你们快 我后退再做都没问题 到水要跳的时候 我大概跳了一堂课两堂课 我就跟老师收我补水了 因为你一跳上来 刚开始都一跳上去就会摔跤 你知道那个冰有多硬 冰是硬的不得了的 你这个冬天穿了很多衣服 你摔一扎 哇 痛到痛到一股 我很怕痛 所以我就水了 因为人在那边就没有这水来的状态 然后MIT人出面 还有一个叫Hex 什么叫Hex 就是猪怪 MIT时分是猪怪 你真的有一个MIT建筑 有一年就计得到 Star Wars R2-D2 还有一年就放到 Captain America Zero 这个很出名的Hex 有一个很出名的Hex 就是一年 198月 Haver跟Yale 在打猪手比赛 打到一般兔链 中间抹了一个尺寸出来 MIT人放到尺寸出来 还有一个尺寸 MIT什么Tain Harvard Harvard Yale Zero Half MIT赢了 所以整不整 车都放到 给了学生放到屋顶 不知道它怎么放 还有放过一个火车 像每一个风筝 里面有一个musical note 好像播音乐一样 这个飞机 Voyle Wright 这个飞机一个replica 放在最上面 这个也是很出名的 有一年有帮MIT人 专跑去Caltech 加州的Caltech 将它Caltech 这个偷掉了 原来未来MIT的Captain 放下来这个Caltech 不过Caltech人是很大方 也没有太人生气 当然这个也还没处于Caltech 也跑去Half Half这个Half的山 它真的有晚上跑去 真的改装了 它再开晚上 MIT里面这个建筑 就是Bill Gates的一个tower 比较特别 其实有人说说都好看 有时候做到这么难看 之后我们MIT人 其他建筑都弄坏了 所以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然后这个MIT的诚实 第二名的最好的 design school 就是MIT的诚园 这是MIT的诚园 就是河边 你看 我就是用这个座的 Virtual Background 就是旁边 这个河边就是右边 然后这个Dormitory 打球的地方 这里是体育馆 这边另外一个角度看 从这个角度看 这个体育馆 学生中生在这里 上课都是在这里 差不多所有课都是在这里上 所以从一个一堂课 接到另外一堂课 很方便很快 去住的地方在这里 你看旁边的风景有多好 我住过这里 Burton Hall 然后这个就 McGregor 是当时星凯 我是第一次搬进去 刚开始 还是在第一层第二楼 当大室的时候 就住在这上面 就风景非常好 然后研究院的时候 有时在做这个Astern House 就更方便了 一个马路就是一个医院 这个水深中心 这个大堂 然后在里面走到是这样子 我们每天在里面 就来就去换客 就会经过所有的活动 之后 What's going on 是碰到碰到你的桶水 很容易碰到桶水 在里面所以 你不会受很孤单的 有滑船是很大的活动 只有这个我从来没有输 我输了这么个年纪 但是我想使用 我很喜欢开这个帆船 那边风很大 所以可以开得很快 可以比赛 我有一次来擦点帆船 擦点水在里面 这个很危险 有这种 不过我还想使用 这是整个校园的风景 不是很大 所以人方便 这是整个校园 这是Aston House的研究院 后来改了 研究院后来改进去 因为搬了一个新的地方 叫New Aston 下一个学校 在那边我会提下一个学校 在波森有个很好顶级的音乐学院 叫New Indian Conservatory 虽然非常小 但是而且它的旁边 也不是很好的地方 但是它是波森Symphony的旁边 也就是这个 刚才那个Christian Science 的旁边 还有个North Eastern 非常好的学校 这个是Jordan Hall 里面的一个音乐厅 很漂亮 门口很古老的门口 旁边的宿舍 是一个很少的学校 我找到太快了 好 我要跳过去讲快一点 另外一个学校在波森Symphony 结果要开车去了 要不然就出过Uber 很漂亮这个campus 我第一次去看 就觉得这个是 哇 怎么漂亮 我的想法就是说 真的我有个女儿的话 我一定要送她来这个学校读书 结果我老大听到我学校太多了 我老大居然愿意跑来interview 所以那天我带着他们去那边 我追约时间之后 只要get an appointment 到那边 发生人还是一个director of admission 来看我的女儿 哇 他进去讲了 这个多少许 我外面带着手女儿在那边 捉重书等着好久 等着很不耐烦 不 后来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我就去看这个保护馆 它的保护馆很好 我在随到这个小故事 很快跟你分享 我去这个Wealthy College 它的保护馆 我去过没有什么艺术的备见 我就看到什么 哎 很好看 你看这个空空的角落 什么都没有 我女儿就说 什么没有 你看那个 There's a play 有个sign in that band 你去读一下 我这次读一下 他就说这个很有名的 urban的artist 在那边有个展览 有个角落 有什么呢 他放了一堆流氛 真的流氛放在那边 在地上 OK 我要留心看到 真是个角落 有个有堆流氛 OK 但是他就很出名 OK 他是他的 display 在Wealthy College 然后我就跟着我说 他就说 是我也会做 你要我做展览 我也可以发现 这些流氛 如果我跟着我讲这句话 我就一声自己来的 他说 在艺术里面 第一个人做这个艺术 是天才 第二个人做这个艺术 是白痴 The first one who did this is a genius The second one who did this is a fool 所以我就以后就随为了 我不敢跟你说 好 这个学校很漂亮 也蛮大的 因为他在郊外 所以他的地区旁边 都是很好的环境 这是非常非常漂亮 只有机会 我这是你的学校 我不一定去这个学校 也很值得看 而且这是蒋夫人 是美林的学校 OK 所以在那边 你会看到蒋美林的东西 很值得看 除了蒋美林之外 你只有冰心也是在那边毕业 除了我所知 然后有三个明星 上了Hillary Clinton 我们以前的总统夫人 就是Secretary of State 有人都没人就在那边毕业 是抢联着All Women's Courage 前面的最出名的字 然后非常美丽 非常漂亮 然后她在水深海区 就是MIT course register 虽然没有拿到MIT degree 但是MIT所有的课 她都可以排在上 我讲少量的东西 OK 你知道MIT人也可以去Welsey上课了 你知道MIT人喜欢去LWelsey 去看什么课了 我没有写的 不知道为什么不在这里 MIT学生喜欢去Welsey上听闻 因为Welsey那边有个听闻台 那边那个空气要好 晚上看星也看得很清楚 所以很多人在那边 因为你排在那边 晚上在那边看星 在那边有个问题怎么样 我听说他们听闻学教授 在那边 到了晚上很多学生都不见了 不知跑去哪里了 你猜他们去哪里 在这里 开玩笑 这个杀一个学校 如果你离开波神往南走 就会找到Brown Brown是学校的 我非常喜欢 它这个Gate 它一个大门 很出名 叫Van Vicku Gate 然后它的Gate 有个传说 有个迷信 这时间多了 对不起 那时候I run over time 我尽量尽快讲 结果有一个传说 就是说 你的学生里面的学生 你这个Gate 一生只可以找过两次 什么时候呢 你开学的时候 这个Gate 人们会往里面打开 你从那边 先 first year student 会从那边走进去 那你Bate 它会往外面打开 你Bate 你玩了 你会从这个Gate 走出去 所以就过去两次 但是如果你走过去 什么时候走过去三次的话 你之间永远不可以 在Brown Bate OK 所以 Brown的时候 你不敢在那边走三次 只是开学走一次 Bate 走一次 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所有时候 这个毕业典礼 什么典礼 那个Bate Bate Member 又从中间走过 怎么办呢 他们是说 他们这班人会单脚 从大拉拉Bate 用合往后面的合 让你进去 不算 要跳进去了 这个 这个是一个 哨员迷信 你可以写 可以不写 这个哨员很漂亮 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有不同的Gate 然后他有一点Hilly 有一点山坡 就在那边走 很舒服在那边走 什么转毕业很出名 就是Emily Watson 我们这个很示范 那个链名声 这个Harry Potter 他2014年毕业 我很喜欢他这个学生 他在学生附近的街道 这个街道也是很多餐厅 在那边读书 住 跟这个 吃东西 完全非常好 在完全来说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学生 而且他有一点东西很特别 就跟你读书有关 就是他的undergraduate program 很多electives 就是说你那个大学 四年之内你要认什么课 你可以自己计划 你少认什么都可以差不多 不是很有规格的 所以你的小孩要很 很有initiative 只有知道要少认什么 去到Brown就非常好 他喜欢认什么就可以认什么 就可以毕业 就是认识了四年 然后去了耶鲁 耶鲁这个这个 有一个library 是每人应该都去了 里面非常 这个建筑非常特别 防地震 防什么的 防炒 一大堆 你去那边去 他会解释很多几天 这些有趣 然后 这里的 舒适有一个特别的系统 就是Residential College 这个Residential College 是英国那边开始的 是每一个第一年 你叫Sennel 不行就不叫Freshman 工门的大学都是 第一年学生 第二年学生 第三年学生 第一年学生到耶鲁的话 是一定要住在一起的 他们住在这个Residential College 然后以后毕业以后 你会跟别人提起来 我是在这个Residential College 他们等于这个Fertility一样 所以 they go back 你这是耶鲁的妈 我去哪个地方住 就是你第一年住在哪个宿舍 你一生就会知道 你是哪个宿舍 那个Residential College 你一路毕业的 然后他出名 当然出了 那个law school很出名 出了很多个美国总统 他医学院也不错 神随院非常出名 我们当年很多 很多这个耶鲁的抢照 是从这里 从这里去中国 他的医术和英语很出名 他的电章很出名 这个林音 我讲这个林音的诗 等我再多讲一点 这个分配寿舍 也是他有个规矩 你分配到什么寿舍 他不让你解释 他只会找你两个问题 第一是你战术 他找你 你是喜欢找池 还是玩池 玩水招才找水招 因为是很干净 还是很烂 你打了或者是两个问题 他就OK assign OK 然后你assign 什么问题都好 他是故意 把你不同州 不同地方 分在一起 他不认真的 很不让你 你一样分在一起 但是就是这个时光 就会比较分在一起 他assign 你无论什么理由 他都不让你改变 你不要说 我不喜欢这个印度人 我不喜欢这个 分配到这个 从加州来 我不喜欢这个印度人 我不喜欢这个印度人 不认真的 他只有阿山爷 我依我所知 他永远不认真的 我不知道是否有外出 但是 每个水招等于这个家庭一样 他有个鸢匠 他会有tea time 会找回 会跟你一起吃 他翻腾 你的鸢匠 你这个负责人 都会跑过来 跟你们这次吃回饭 通常是个professor 有些是个faculty 有些是个staff 是个很好的制度 你等于 你到达野路 或者是个residential college 等于到一个新的大家庭里面一样 他的tea time 也会请到很多有名 什么supreme court judge 也会跑过来 跑过来跟你一起吃中饭 一起喝茶 音乐很好 但是少年非常分散 跟哈佛一样 有时候有去从一个 英文课去 另外一个英文课 有点困难 这些有去看刚才那个library 有看这个mumens table fountain 跟他的美术馆 这是他的照片 这个library的照片 这个fountain 这个是他的大图书馆 主要图书馆 然后他前面有个fountain 就是这个 这个是林英设置 是为了驴蛇身 一个字链 设置 怎么样呢 我再放大给你看 很漂亮 他里面有这个链份 有哪一链 野路有多少驴蛇身 一直一直 每年就不上去 所以你去那边就知道 哦 原来 野路哪一年开始收驴蛇身 今年有多少 这个应该是他 我这里有讲的 第一年收驴蛇身在野路 是18730 18730 才有驴蛇身进去 这个喷羹要去看 好 下一个 这个是Columbia 在纽约 在纽约 曼亚厂里面 非常少的收驴 我本来要去那个 google map给你们看 那个3D什么样子 以后我们等一会 有时间我们自己来看 非常少少的收驴 但是很漂亮 也是都很漂亮 在IVD所有的 收驴都漂亮 但是很少 就这样子 在那个 曼亚厂里面 差不多九十步路就玩这个收驴 但是也值得去看一看 非常好的收驴 特别是新闻12闻12闻12 很多科目 它是世界第一的 所以你要看你的手要念什么 如果它要念新闻的话 记得去Columbia看看 研究业很大 三个是很出名的 这个Prinston 我觉得我少少 为什么我会留心到它呢 因为它是物理 Einstein在那边住了好多年 所以我本来 不好意思 我要去Prinston 但是没想到 一看它一年收500 我就不敢报名了 它的收驴也蛮大的 很漂亮 很漂亮很漂亮 但是这个河边也是很漂亮 所以你去那边 就算你对那个大水没有兴趣 你等于去一个公园一样 你走进去古色古像 它的建筑很漂亮 就是去看看那个建筑 你都记得去 它旁边也是很有钱的区 很安全的区 这个Prinston跟 旁边都是很好的区 旁边都是很好的区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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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就比较 虽然是漂亮 但是它在那个市区里面 所以很多这个有街道 这个有汽车 都都在这个少园里面 所以到了少园里面 你走路就有些会过马路 有些很多外面的车会进去 它有什么出名呢 最出名的是它的上学院 Business School Business School 很多小学院是No.1 是在哈佛之上的 很多人觉得它的上学院 比哈佛还棒的 然后它的Lursing School 也是世界有名的 它最大的就是上学院跟后理学院 当然它的建筑跟工程也是很好 如果我要批评说 少园最漂亮是哪一个呢 我会跟你讲是Cornel 虽然它有去行员开车开好员 才开得到 只得开去 因为它的沙缘在山里面 旁边有些湖 是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沙缘 唯一不好是山 所以如果你的dormitory是在山上 你冬天打风大雪 你从你的宿舍进去上雪 就要穿衣裆 爬山 不过三年前没有问题 你看 这有没有漂亮的一个沙缘 这有没有漂亮的湖 所以我是 I rank Cornel is number one 也就是沙缘漂亮 Cornel number one maybe Welsi number two 古色古山很大的沙缘 它的tour非常好 记得去看 我这个是个video 我给你看几秒钟的video 你看到这个沙缘有多美 它排了 我从那个Cornel website拿出来的 有山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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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覺得Carnel什麼都好就是地點不好 但是它不靠近什麼大城市跟機場 它比較近的就是Rushes,紐約 都要開有多少時間過去 但是我聽說它有commuter bus 有cito bus從Albany紐約也可以去那邊 醫學院它醫學院 因為醫學院通常都有在醫院旁邊 所以它的Carnel一上市就在紐約曼哈頓 有些東西很多人不知道Carnel很出名是什麼 是Hotel Management 它是第一家在美國的大水中做Hotel Management的客廳 做得很成功 裡面也有一個酒店是水上經營的 但是它的工程什麼都好 還有一家東西大概很 我第一次去也才發現 Carnel的水上太大了 一萬五千人的大水 收那麼多人 當你包這種IV的水上 包其他水上 你是包整個水上 但是Carnel 你是每一個水上來包 你去Arts and Science 你的你的申請 申請的地方是Arts and Science Engineering 不同的School 你用不同的Application 不同的Admission來Process 你錄取以後 你說我要轉書 我改變主義了 我不練Physics 我要練Engineering 在MIT的話 NoPro不馬上加入 但是在Carnel的話 平時你要重新再申請 Application Admission 它不一定批准你的 所以轉書比較難 而且我在這邊跟Carnel聊天 她說 她講給我一次的就是 她說Carnel 在所有IV的水上 是最容易進的 因為她收任多 一萬五千人 但是是最難畢業的 我們這邊的 畢業之類是最低的 而且很難拿到A的 我們這個A 都是什麼Top 10% 5%才有A 所以我們的GPA 就是這個成績表 都不會很高 如果不會很高的話 你就要首先 如果你的手還是要 打算用醫學院的話 你就要醫學院 適合你的醫學院 你不到一個 某一程度的GPA 根本人人申請 都不可以申請 所以在Carnel的地方 你要使用醫學院 你就要首先 你要有這個考慮 結果你的GPA 可能不會太高 但是這個多針呢 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跟一個好幾個Carnel Carnel的時候 就這樣子覺得 他們的水手是特別難看 雖然比較有意見 然後在Carnel 就過去有一個 就是Universal Russia 很精巧的水手 也是很漂亮 這個也是很有名的 開始 然後它有自然東西 很有名的 也是在河邊 風景漂亮 而且它裡面的水面 也很漂亮 我發現它的Optic School 這個營區 它是最有名的 然後它的Medical School 也很好 工程也很好 所以如果你是想找一個 Backup School的話 這個是很好的 一個Backup School 有一個少爺很出名 是Steven Chu 有一個中國人 在1997年 Robel Price 還有其他人 還有一個 Susan 馬生理工上一屆的少爺 是一個女少爺 從野路過去 她也是學校的畢業生 當年Backup School 有兩個大公司 一個叫Zero 一個叫Eisman Kodian 所以他們在那邊的發展 以前很好的 現在比較差一點 然後如果你到那邊 當然要去跑去看 Diagra 4 才多開一個少爺 你就可以去看了 這個 為什麼我提到Backup School呢 Universal Russia裡面 還有一個很出名的音樂學校 它屬於這個學校裡面 一個音樂學校 但是它是分開建設 Rochester downtown 很世界頂尖的學校 Eisman School of Music 他的學校 也是很難進去的 我看他百分之13 他的emission rate 如果是練大學來說 你要練音樂 Eisman是 很多人覺得他是最好的學校 你的音樂 大學的音樂 錄取非常困難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學校 你全世界有大概一萬個少爺 OK 我上面會講到這個生前大學的 但是因為我實際上有關稅 我覺得很可能就要等 先看你們有什麼問題 我再講到詳細 不過我常常有兩個東西 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 很多人在問我這個 這個advice for college application 我要報這個大學 我突然給他們的答案就是說 你醫生人中 你報大學的智慧大概只有一次 你人手說 很多人都一直報大學 你就會報一次 你知道你不報的話 你就沒有什麼智慧了 所以 你如果很喜歡這個學校 你就應該報 而且我就知道 你什麼智慧進不進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如果你不報這個大學 你是進不進的 你的智慧是靈的 然後我剛才報了很多大學 然後我剛才報了很多大學 我三分說 有自己的想收後 沒有收 我就說 那時候一定是無聊 因為我一直覺得 你報大學這幾年 你會聽到 未必刺過糊過 糊過 糊過 不需要每一個都收 因為你最後 你只欺負這個 想收 對不對 所以你的目的 應該你報大學的時候 你的策略是你的策略 你先說 那麽多小學 至少由伊家收你 由伊家收你 由伊家收你 因為你知道他去伊家 然後 謝謝你們的時間 對不起 我已經用了兩個小時 多一點 啊 啊 我有些 都成都 我大家以後再講 但是 如果有人有問題的話 我就願意寫 留下來 就這樣下去了 但是我常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想問你們一個問題 當你這個老師的介紹信 說你這個小孩是一個好學生 這是什麼意思 是好還是不好 你想想 我們首先啊 要謝謝譚老師 給我們做這麼多 搜集了這麼充足的資料 給我們做了這麼有愛心 充滿了耐心的演講啊 關於申請大學 我想呢 這是另外一個演講 很值得呢 我們譚老師再繼續跟我們講 而且我們從這個演講當中啊 知道譚老師啊 是MIT名校畢業啊 他非常的謙虛 在給我們的簡歷裡面 都沒有提到 不過我們在這裡呢 也要跟譚老師報告 我們在場啊 也很多MIT的哦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呢 我們很多台灣來的朋友 就是Made in Taiwan 就是MIT 對吧 那我想呢 不知道 我們想已經是正午時間啊 正午時間 我不曉得各位呢 有沒有什麼很緊急的問題 或者是要分享 不然的話呢 我們就在我們的爛群組裡面 跟譚老師呢 交流 是不是這樣比較合適 還是有哪幾哪一兩位啊 有比較Urgent的要share的 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們大家是不是打開您的音頻 打開您的麥克風 跟譚老師感謝 同時打開我們的視頻啊 跟老師 我們非常期待譚老師能夠很快的 然後我就 再來跟我們講下一個題目 讓人快聲 覺得我剛剛問的問題好了 當你recommendation letter 說你是一個good student 是不是不好的 你知道嗎 你不要以為是好 因為這裡在美國呢 老師寫介紹信 特別是學生介紹信 他不會說你不好 因為這個他會怕你 你辭職我啊 我是中國人 你辭職我 還是白恩黑恩 白恩跟黑恩寫信 你要小心 黑恩跟白恩寫信 反正美國老師寫信 是很小心的 所以都會說你是一個good student 就算你 他怎麼不示範 你怎麼爛 都是good student 那你看的時候呢 你看得多這種信 你就知道了 但怎麼說是一個good student It's not good enough 就表示這個 就是很普通的 還是不好的 為什麼呢 就是It's a choice of words 你在寫信裡面 用什麼字 你不能說這個學校 甚至說X 你要用X 超級超級明顯 你不能說是明顯 它是超級明顯 你看那個聲音 你看那個用的字 你就知道這個老師 是不是真的喜歡你 真的覺得你是很棒 是 然後到最後 conclusion 如果我說 你說你是一個最好的學生 這還不是最好的 一的我的最好的 不足夠 你約半個的話 你的老師就好 你說你是一個最好的學生 我曾經在三十年的學校 我先生會有女兒寫推薦信 爸爸幫女兒寫推薦信 可以的 這是很特別的一個方法 從爸爸養育這個孩子的過程裡面 他看到這個孩子的特點在哪裡 那當然爸爸本身也是有學術的地位的人 所以我們覺得這一招好像 好像清得通了 這就叫做內舉不必清 對不對 非常的棒 那我們現在大家 是不是打開你們的麥克風 我們謝謝我們的譚老師 然後繼續在LINE裡面 跟譚老師交流好嗎 熱烈的鼓掌喔 謝謝老師 抱歉 我講了過太多時間了 就是抱歉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期待還有下一次機會 太棒了 感激感激 好 謝謝你們來 謝謝麗如秋老師 謝謝麗如秋老師 謝謝麗老師 謝謝麗如秋老師 謝謝麗如秋老師 有情客串 今天跟做棒的我們的主獎嘉賓 坦老師一起 真的是強強聯手 非常感謝你們兩位 也感謝今天來參加的朋友們 好的 下次見 拜拜 再見 拜拜 拜拜